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Maki 今天我给你们大家介绍一个 不是美国食物喔 今天介绍的是一个加拿大的一个Comfort food Comfort food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很一般大众 然后让你吃起来觉得很舒服 会让你觉得很怀念什么东西的一些食物 今天的叫做Poutine Poutine它基本上是一个加拿大很常见的东西 它很简单 这个我们是比较deluxe version 比较豪华版 最简单的它就是薯条 加上一种gravy的一个sauce 然后加一些那个起司 就是cheese curd 的东西在上面 那很多地方卖的就是有豪华版 就是加不同种的topping 那我们今天点的是lokomoko 所以是Hawaii 夏威夷的lokomoko style 所以有肉在上面 有一个荷包蛋 那Poutine它基本上 除了它是加拿大的食物之外 它其实是加拿大的法语区那边 怎么说发明出来的 在其中是Quebec 大概50年代的时候 而且它一开始的原版 其实是法文发音 所以应该是Poutine 不是Poutine 可是现在听大家都是讲Poutine 那今天可以介绍一个 那这一家 我刚好今天在Tustin District 这边 这边有一家Croft 他们这家在安拉罕有一家 跟就是在这边的Tustin District 那他们这家的薯条呢 是炸过两次的 然后每家做的都会有他们的特别的地方 那我喜欢的就是 每个地方做的不太一样 那这边就等于说 它特别是个炸的 应该有一点脆脆的感觉吧 不好意思 吃的很 不爱 有没有听到蜘蛛的声音 它这个有加一些 好像是洋葱炸洋葱 类型的东西 酥酥的很好吃 那我们狠一点的 lokomoko 下围lokomoko吃吧 吃吧 蛋黄整个 弄到 流入到你的食物当中在吃 所以看起来比较乱一点 我这样搭边看来 听到什么不同的味道 喜欢吃蛋黄的人 应该会蛮爱的 应该会蛮爱的 所以呢 在家是有卖本地的地方不多 不过你去网上找找来看的话 我知道洛杉矶有至少有一两间有 所以 如果你是从外地来加州 来玩的朋友 可以来试试看喔 在加州可以试试看 吃到加拿大的东西 或者是加拿大 移民到我们加州来 然后很想念 加拿大口味的东西 最后就夸 我们把你找到 过来吃看看吧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有关照一定要订阅喔 我们的Facebook YouTube 到微博上面都找到我们喔 好